香港時間早上, 英國時間夜晚 還有一節會講養食 糧食的那是寫文的, 也有寫文, 也會做成片 因為我有責任警告大家 如果今年不走的話, 如果有什麼饑荒日後 走不了, 遇到饑荒的情況, 就不要怪我沒有提醒的 因為以習近平那種典法, 他現在的推銀橫奸那個 是類似以前毛澤東玩狗, 打麻雀那種玩法 那些是很沒有科學上色的人才做的 農業政策是一個很講科學的政策 農業政策不是說, 既有一些要照顧一些基層民眾 但是也是很講求科學決策的一個部分 很明顯習近平的腦都沒有科學的 之前那些, 譬如說江澤民和溫家寶 溫家寶是貪, 但是溫家寶是獨地質出生的 你不明白, 為什麼華東睡了之後, 江澤民和溫家寶說什麼 退監話寶這些 有原因的, 他倆是讀過科學的人 有一點點心思, 心思會比習近平更好 習近平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Anyway, 這個 topic 不用說了 你看到桃園知道發生什麼事 常熟市地方金融管理、監督管理局和財政局 就說, 由下個月開始就出量用數碼人民幣出量 存額都是用數碼人民幣來發放工資 如果有什麼錢要花, 就用數碼人民幣 這個是一個空笑來的 因為中國很明顯, 這麼早要數碼人民幣上馬 當然一方面, 習近平很粗狂 他要知道民眾怎樣花錢 因為數碼人民幣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分享 就是令出流入的錢很清楚 但是另一方面, 我想更嚴重的 其實就是會造成很嚴重的 如果真的中國突然間發生通貨膨脹 我想你不知道的 當你不知道有通貨膨脹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我告訴你, 突然間學性通脹 那些人民幣變成中巴保衛幣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我看這些是怎麼死的 如果中國出現惡性通脹 如果香港又搞什麼數碼 電子港幣 那些發行人是失控的 那些是政府收回了 由政府發行的 街市會有什麼結果 我不知道 街市, 我覺得結果就很嚴重 很嚴重的 就是為什麼香港的發鈔銀行 有一個發鈔銀行體系有原因的 我等一下就講一下 為什麼它會有發鈔銀行 發鈔銀行體系本身是 保證聯繫會局能夠全體行動的一個機制 因為發鈔銀行不是完全沒有監管的東西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現在不走資 然後中國又是糧食偵測商 那些人是糧食偵測商 那些人是餓死的 那你之後什麼世界的話 你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說 數碼人民幣大了 你這個背景 你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中國只是發一百元人仔 但是大家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的紙幣面額 是小到不合理的 一百元 以中國人現在的工資來講 一百元其實是很麻煩的 譬如你儲錢 儲了很多錢 譬如你儲了十幾萬 香港人十幾萬就很簡單 十幾萬 你以為是十萬港幣 十萬港幣 一百張一千元 其實很容易回帶 算到的 十萬港幣就等於 一百元 即是一百張一千元 一百萬港幣 那一百萬港幣 那你乘回一條數 那你其實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 很容易攜帶的 那些錢 但是 人仔你就是混蛋 一千元 一千元 就是十張人民幣 十張一百元 然後 一百張 你想想一萬元 你想想有幾多張 十萬元 有幾多張 那些人仔 哇 你真是的 那些人子 運到傻了 那不然怎麼會有支付寶 那些 那些 當然有一個背景 兩樣東西 第一 這個是防化偽鈔還行 因為呢 你做 因為呢 偽鈔的那個製作人 偽鈔的那個製作成本 是fixed cost 所以你不會製作十元偽鈔 你不會這麼蠢的 你十元偽鈔 你的製作成本 連同風險 你根本上 你不會做十元偽鈔 你一定是做最大面額的偽鈔 所以你說 你做美金偽鈔 一定是做一百元美金偽鈔 因為 一百元 十元 和一元美金偽鈔 我製作成本都是一樣的 一元就隨時蝕千 那我當然是做一百元美金偽鈔 一百元美金偽鈔 我同樣 可能我做一張偽鈔 可能是八毫子美金的成本 好 那如果計算到風險的話 一元美金已經是自動淘汰 因為你的成本上是不正確的 OK 接著去到就是 十元美金和一百元美金 如果我的成本差不多 我可能是欠了幾毫子 因為製作的難度 我提升了什麼 那我為什麼不做一百元美金偽鈔 這個就是為什麼 中國的鈔票 不會出五百元 不會出一千元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有五百元一千元的話 一定是整間五百元一千元的偽鈔 一定是 除非中國用一些很精巧的方法 很精細的方法 去防止製造偽鈔 不然這件事是不能搞的 這件事 這個很清楚 好了 好了 接著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你如果只有一百元的時候 你要亂有錢 不是那麼容易 之前也有傳說 就是中國的鈔票有兩個金把 全部都是這樣 一個金把有兩套 甚至有三套 就是你會有同 但是這種情況不容易發生 因為一百元的原因就是 因為一百元 你流通 你要印很多才行 其實你很容易被拆 很容易被刺爆 如果有兩三套同樣的東西 其實你很容易穿崩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你說要做到就做到 再加上就是 因為一百元的鈔票是很不方便的 一種玩法 你印一百元的鈔票 很容易被刺 因為你一百元而已 最大面額 所以某個程度上 是折制了中國政府 管制這麼多的鈔票 其實是 中國政府有同在 但是為什麼人民幣 一直都沒有去到 藍印沒有那麼容易 也是這個原因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那個 鈔票最大 但是現在 你數碼人民幣 是沒有最大面額的鈔票 數碼人民幣 其實我給你一個號碼 我給你一個號碼 OK 不是銀行 銀行 為什麼說銀行很難呢 用銀行這樣搞 因為銀行 你覺得銀行會上市的 那些銀行會有準備金 那些東西 你一定條數 最後算不定 你條數一定是不妥的 最後 所以你一 你一眼發銀子 你是全銀行出街的話 你是很容易 很容易被感受到出來 屌 為什麼這樣 沒有那麼簡單 那些事 譬如說銀行 中國的國有巷 很多人是上市的 就算這條數字 假也會 假也會有個譜 但是如果你突然間 太多銀子飛進來的話 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 因為要減少銀子 整個中國社會 拆開 然後人民幣就沒有人接受 所以 這些數碼人民幣就是 那些數碼是 它進去 你進去 你不是那麼容易察覺 你可能是等到半年 或者一年之後 為什麼那些數碼越做越大 就是 去到 為什麼那些東西 越來越貴 去到 通脹開始飛出來 那些惡性通脹 你可能去到 六個月到九個月 才察覺 而且就是 萬一有什麼事起 因為數碼人民幣 完全是操縱在政府手上的 那政府可以想 如果突然間有什麼事起 就可以把部分人 去割韭菜 把那些數碼人民 直接註銷 那直接註銷就沒事了 可能我註銷某個人的 某個意見人士的 某個意見人士的 就註銷了 那你就可以強搶民產 因為他突然間 一夜破產都可以 習近平想這些 是壞事 所以你說 為什麼無限的數碼人民幣出現 你看到的國際 如果你說科技 很多國家的科技 都可以做到數碼 美金 數碼 其實做數碼歐和 可能是最需要的 數碼歐和 但是怎麼沒有人做數碼歐和 有私隱 還有什麼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些人 可能不信任電子貨幣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 我信不過你 那個貨位發行機制 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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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紙幣的號碼 是有意思的 哪間廠 哪個國家要求人 全部是清清楚楚的 你說要搞惡性通常 就沒那麼容易的 譬如你那些曲 歐和 歐和 每一個人 人籍的音碼 表明了 它是哪間廠印 哪個國家印 哪個國家印 哪個國家要求人 印了多少 多少連印 全部都知道的 所以 沒那麼容易的 你看 這個會最後什麼結果呢 我相信 最初沒事的 但是 去到你那些 亂說的 入數字以後 譬如你公務員 可能很開心 不錯吃 或者很多工人 突然很開心 不要白條 搞一搞黑就不妥了 為什麼這些東西越來越貴 那些什麼 那些價值開始的數字氾濫 大家會互相比較的 如果數字突然膨脹得很重要的時候 會出半年 或者一年之後 eventual 那些人就會開始出現現象 就是 可能我要接受 physical 的人民幣 甚至我要接受外幣 我才進行到交易 可能會回到這個狀況 因為外幣 我知道價值是穩定的 但是電子人民幣不收 因為我怎麼知道你的貨幣的價值 是不是吹出來的 你不知道的 對不對 其實你習近平的意思就是 打擊貪官 但是你怎麼那麼容易打擊 那些貪官一定是要求收回 physical 的人民幣 除非 中國激進到 physical 的人民幣是犯法 是這樣的理解 人民幣只有電子人民幣 還有在銀行轉租的人民幣才是合法的 但短期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有俄互戰爭 有俄會戰爭 你俄斯怎麼跟你交易人民幣呢 它一定是很大的程度上 是人民幣現金和你做生意的 所以這個不可能 短期是不可能的 如果俄斯也接受電子人民幣 的話 這件事我告訴你 肯定最後很多俄斯人會後悔 只要俄斯人要求普京 不要再打烏克蘭 要入侵中國 為什麼要入侵中國 收回一些錢 收回一些血汗錢 要去搶他 要去搶他 強搶民產 你不知道中國會不會玩這些強搶民產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共產黨玩得太多了 共產黨玩這些混蛋的東西 真是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短期未必會覺得有事 甚至可能突然間 那些什麼八條問題 那些 那些 恆大那些 突然間可以施工 那些 但是很可能就是 數碼人民幣是為了購物 你人民銀行有沒有 有沒有 怎樣去保證那些 數碼人民幣的發行 突然間沒有 沒有答案 沒有譜的 這件事一旦沒有譜就糟糕了 然後之後就做什麼 實事都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 我不會認為 這個數碼人民幣 數字人民幣 開始 5月開始發放 向公務員 中國很多公職人員 肯定被人割狗賽 現在開始 習近平 開始割狗賽 常熟開始 你這樣 一路 其他省市會逐個割下去 除非有些省市 很有決心 就知道 你這個政策是聯絡 我就是 為什麼 上任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一路打算 我這樣 我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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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問題不是 就是 就是 我 我為什麼說 祝大家好運 就是這個原因 你現在的傻子 是敢玩的 現在 現在是神經病的 中國 中國是 開始亂來 我認真 真的開始亂來 開始 用數碼人民幣 只不過是第一步 所以你說 你現在去拿人民幣 那些 如果還有一些 藍絲拿人民幣 你不要提他 藍絲那些 拿人民幣 他死 你自己拿人民幣 當然是 但是藍絲 甚至可以這樣 如果藍絲 說 我對人民幣很有信心 但你手上有些人民幣 不要緊 你把人民幣賣給藍絲 他們對人民幣 他們對人民幣有信心 他們要支持國家 你把人民幣 賣給藍絲 藍絲 在藍絲手上 我走 港幣有什麼也好 美金也好 OK 你甚至可以跟他說 你不可以用這些帝國主義的貨幣 所以 你的美金就給我 OK 我就給人民幣 大家都happy 我就擺名是死黃絲 挺好的 天下太平 你要你的 我要我的 最重要的是 他不要搞偽鈔 但是 好了 有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電子 電子港幣 為什麼這麼大 為什麼 那個 其實 美元那個 為什麼 香港的外匯儲備 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 本身 暫時 聯繫匯局 是很難 濫發 是受到控制的 有原因的 因為你是 發鈔銀行 給夠錢 就是 你除了十元 以外 十元 那些省銀 省銀 稅銀就是政府自己發 它後面有沒有7.8 觸押 就沒有人知道 因為那是金管局自己決定的 但是 因為那個數量不大 有多少張十元 那條街 十元 稅銀的那些 你知道香港的稅銀是很受限制的 那個交易 你香港用硬幣交易 是有 你不可以 用神沙來扔死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有些國家 有些玩家 有些國家 真是瘋 整個村 神沙 扔過去 有些人是這樣玩的 香港 不可以 香港不可以 因為他們知道 那些人會玩家 那 人家 你說大額的港幣 20元 去到20元或以上 你銀行 拿了多少美金 去換負債證明書 這個是 因為那些銀行是上市公司 受監管 underregulated 全部都要 那條數要澳出來 所以你說有多少港幣的現金 就是以鈔票形式發行 三間發鈔 那個是有一定透明度的 如果是太離譜的話 你中銀那樣玩得太離譜 中銀香港上市那條數一定會有問題的 一定是會有古怪的 那些人不是傻的 那些投機者一看幾條數 咦 有東西 很有妙道 接著就會動 所以 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發鈔銀行 明知道他們會賺錢 都要給他們 由他們負責發行港幣 是因為這個機制 最能夠就是 把印鈔機的啟動權 不是放在政府 是放在私人機構那裡 變成可以限制貨幣發行 是這樣的 這個邏輯 你想想想 如果真的搞數字 港幣那些事 那就是全部金管局的 對不對 如果全部金管局那些事 你沒有了 你繞過了負債證明書 那個監察機制 繞過了那些銀行 上市的帳目的機制 你想想 介紹香港的那些數碼 港幣不會濫發 我不相信 肯定亂溝感應 肯定 那當你亂溝感應的時候 你不用 要死 這麼簡單 你肯定亂溝感應 肯定亂溝感應 肯定出現 出現 出現 出現一些古形精怪 一定會的 你不會 你不會不出怪事 一定會 你想想 你以前香港還不敢做大混亂 你這麼清楚 你現在金管局 不停推什麼 數碼港幣 不停推那些幣 那些東西 這個隨時 是有一些有古怪的事 不奇怪的 你無故要減什麼 13.0 協會 喂 你中國想要過美金 你講來講 想要過美金 問題就是 如果香港的錢 全都是這些古形精怪的事 你覺得你這些港幣 還會有剩嗎 你不可能有剩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叫大家去走資原因 走資走人 是不是 隨時又沒得吃 經濟又玩夠圓 有錢又找不到 隨時你找回來的錢 全部都是陰獅子 現在還需要陰獅子 陰獅子 陰獅子還有些紙 是不是 你現在有些什麼 數字人民幣 真的只有數字 簡單來講 就是讀數 喂 如果你玩到這樣的話 你免得 我覺得你免得 你免得 所以你說 你現在數碼人民幣 去到國韭菜的地步 我就建議各位 就走資就盡了 因為你現在全面推薦數碼人民幣 很快的港間就要求你推薦全面數字數碼港幣 你現在要做什麼數碼港幣 Apps 要你試 然後你做公務員 你現在以為做公務員很快 隨時弄得不要第一批試 數碼港幣 就是你那些 AO 不要說AO AO可能未必第一批試 可能第一批試的 你掃地嗎 你房屋處嗎 你一般小灣事務隊 你們先試 然後怎樣 三萬黑警示了先 那些財產都要拿來愛國 對不對 你不做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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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說愛國 害你好不好 對不對 你去到這個時候 香港經濟玩完了 其實很清楚的 這件事 你說中國經濟是不是現在正在玩完 我告訴大家肯定是 不用說了 其實我 這幾天的吻 這幾天做的節目 我都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就是中國已經玩完了 之前那些熱狗說 什麼時候支爆 哪有支爆 什麼什麼 什麼爆 不要說 沒有什麼爆 現在是 中國真的爆了 中國 中國爆了 中國已經爆了 已經開始玩數碼人民幣 數字人民幣 那時候已經爆了 有些人說西方國家都會加數字貨幣 是 會加數字貨幣 那是問題 因為數字貨幣 某程度上 防曬 反洗黑錢 或者很多東西都是大勢傻 所以OK 問題就是 人家西方一定搞清楚 那個數字貨幣 怎麼建立人民信心 德國還有一群人用現金 德國現在很多公司 都用現金 或者是收卡的原因 是因為銀行收現金的儲蓄費用太貴 因為通帳 偶戰爭 炎料 那些 甚至很多銀行的分行都關掉了 根本是怎樣 你拿著現金都不可以隨時 你要犧牲營業時間 將現金送過去 完全不值 那條數 是這樣 這樣才令到 德國有些公司開始只是收卡 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 現在這樣搞法是怎樣的 你自己想的 你不要說我沒有提 現在是很大劑 好了 這一集 今天這一集的節目到這裡 下一集是香港時間 早上 早上再見